嘿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教大家如何拆裝塔扇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要拆塔扇你們要先準備一隻小一字其實 這一個塔扇的風扇他有一個插頭 藏在上面 在這一個CPU的旁邊 稍微拔起來 這個電拔掉之後再來我們就拆他這個風扇的卡扣 卡扣很簡單你只要用一字幾字戳進去這個縫 旁邊這個縫 戳進去之後 這個綠色的把柄往下 用力頂一下 這樣就開了 這個是最快拆塔扇的方法 另外一邊已經鬆掉 稍微用剛剛的方法 再往外頂掉 萬一你們就把這個勾勾拆起來 這個轉一下他就開了 好 這一面比較擠是因為有那個顯示卡在旁邊 那你如果拆不到的話你就用另外一 就先把顯示卡拆掉再來拆 好 最難拆的風扇已經拆完了 後面的散熱片比較簡單 散熱片的話我們就依序把它拆下來 好 你就這一個就用大隻的 螺絲起子他旁邊有兩個螺絲 左右邊有兩個螺絲 好 這兩邊螺絲拆完他有一個鐵蓋子 好 這個鐵蓋子拿起來 好 這個是他的配件 阿我們的散熱器就 就直接往上拉他就起來了 好 這樣子拉一下他就起來 好 再來拆上面的蓋子 這上面蓋子有四顆螺絲 一樣 把它打開 好 這一個是 他的 框框已經拿起來了 好 再來你會看到四個 四個銅柱 好 這四個銅柱要配合後面 後面螺絲去拆 好 我把機殼 翻到後面 我翻到後面 你會看到有四個螺絲 好這四個螺絲 放鬆然後另外一隻手 一隻手抓住銅柱 然後一隻手用螺絲把 把這四顆螺絲放鬆 好 我的左手在這邊拆 螺絲 右手在裡面抓住剛剛那四個銅柱 好 拆掉他的銅柱就在這邊 好 這是他的銅柱 好 一樣的方法再做三次 總共四 總共四顆螺絲 用剛剛的方法再做 拆最後一顆的時候 記得要頂好 手指頭要稍微頂一下 你螺絲頂住右手 去轉那個銅柱 轉好他就 手要含著 然後再輕輕再把它拿下來 這樣子我們的背板就拆下來了 這樣子我們的背板就拆下來了 這就是我們的 塔扇的拆 拆的方法 接下來我要 教各位如何安裝這個塔扇 這個塔扇其實 他的配件 的零件非常小 好 掉的話就 不容易再 再去買 那我先 介紹一下他的零件 他說明書都有跟我們講 跟我們講說 他的 最短的螺絲 最短的螺絲 穿過這個黑色的鐵塊 然後再穿過 白色的這個塑膠板 然後再插 這個小零件 這樣看應該看得清楚 第一步驟就是 把這四個 四個東西 這四個螺絲找出來 然後穿過 黑色的鐵板 再穿過白色 的塑膠板 然後再插 這個小小的 塑膠 然後再把它靠到主機板上面 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找零件 那因為我這個CPU是1150的話 你的 你的孔位要放在 第二孔 這是第二孔 這四個孔位都要放在 放在中間 放在中間去鎖 這一個 第一個步驟要這樣放 剛好可以放在這四個孔 我這樣子放下去 對不對 再來我剛剛有說那個銅組 這個銅組有沒有 還記得這個銅組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金屬油啊 它的電片就朝上 這個電片朝上 然後 從另外一邊 把這個 這四個螺絲 鎖住 啊我們這個剛剛 這個配件這個叫背板 背板 然後 穿過這個 主機板 然後主機板的後面再鎖 這一個 鎖住 這個地方可以用 用摸的 摸到螺絲孔你就可以鎖住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摸 就可以鎖到 一顆銅組 一開始就先把它含住 一樣的方法再把另外三顆銅組把它鎖回去 塑膠墊要朝主機板 不然它那個鐵 鐵是有 鐵是導體 萬一把主機板短路就麻煩了 四個螺絲都含住了對不對 然後再稍微調整一下 螺絲體質插在這上面 順時針把它鎖緊 阿記得不要一次鎖緊 分批鎖緊 最好是斜對角 斜對角的方式去鎖 這個多鎖幾次沒有關係 最重要的是要把這個 背板要鎖平 你沒有鎖平的話後面CPU CPU的 密合度又不會很好 到時候你開機你就會很容易 溫度就上升很快 這個背板很重要 一定要鎖緊 你沒有鎖緊你後面會後迴 而且每一顆螺絲的緊度都要一樣 不要有的鬆有的緊 鎖的時候 右手就是抓住銅柱 左手就是拿螺絲體質這樣鎖緊 好這樣鎖得差不多 我們就來揮 把它翻回正面 翻回正面就我們就剛剛把那個鐵塊 把它放上去鎖緊就好 那這個鐵塊亮面朝上就好 亮面朝上比較 然後再把剛剛那個短螺絲鎖緊 記得這四顆螺絲 不要一口氣鎖緊 也是平均把它鎖下去 不然它這個 腳做鎖歪的話 它CPU沒有貼好就 就要重鎖一次 每一顆螺絲的緊度都是一樣 一定要確實把 這螺絲鎖緊 最好是對角鎖是最棒 好這個動作完接下來就是要塗散了 因為我這個已經塗散熱膏 你們就不記得 新買的一定要塗 新買的它這個散熱片它這個 這個上面有一個塑膠膜 塑膠膜記得要濕 沒有濕的話你就要重新再來一次 那這個方向咧 方向我們是把 這樣子朝這樣子 我們的到時候風扇就是放在 靠近記憶體這邊 這個放下去就好 放下去之後再來就把這個鐵蓋子 壓在這個鐵上面 一樣再把這兩顆螺絲鎖起 這兩顆螺絲也是一樣 上下平均鎖 平均把它鎖下去 好 多鎖幾次比較穩 不要一口氣鎖到底到都斜斜的 好就要重新再全部都要重來 好鎖完了這兩顆螺絲最後就是把風扇扣上去 好鎖 那他風扇原本有附那個方 防震膠條 那我是黏一黏他拆這個幾次他就掉了 好看你們 看你們要不要裝都可以 好這個就放這樣子 然後我們剛剛那個卡鉤 這個裝的話還是要有一點技巧 好這邊左邊比較擠 我們先把左邊扣上去 扣的時候就是對到這個孔 對到這個孔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對到這個孔 然後扣到散熱片上面 這樣子吧 這樣扣進去 然後再扣到散熱片上面 這樣子輕輕壓他就卡進去 然後剩下另外一邊 一樣的方法 先把它勾在電風扇上面 勾上去之後 用右手的拇指抓住這個 扣環往前推 往前推 往前推他就卡上去 那你再檢查一下風扇會不會 會不會掉下來 這樣子最後再把這個插頭插上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風扇 風扇的小問題 這一個 這個防震 防震電片 它的雙面膠 你拆拆裝裝個幾日它就掉了 那我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你有沒有用去那個三秒膠點 沿著這個風扇的邊緣點一點 然後你們再把那個橡膠條把它放上去 它這一個 防撞的條就可以 可以穩穩的黏在風扇上面 跟各位分享一下它這個麒麟片喔 你那個電風扇的那個扣 扣夾扣個幾次它就 很容易傷到這個麒麟片 你可以用尖嘴鉗 把它矯正一下 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你多用幾次它就 受傷了 很容易受傷 因為那個鐵扣是硬碰硬 硬碰硬它容易受傷 好今天的影片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單 我們下次見